90年的暮风之雨,90年的饱经沧桑,90年的艰苦创业,90年的壮丽辉煌。 29号,201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式在奥体中心隆重举行。 9点整,仪式开始,全场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参加本届红歌会的108支合唱团的旗帜入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为本次红歌会发来贺信。 贺信说,新闻在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2011中华红歌会在重庆举办。 仅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你们精心组织好这次中华红歌会,不断创新方式吸引群众参聚,突出教育效果,扩大活动影响, 努力打造成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好平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好在体。 在全社会畅想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劫力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市委书记薄熙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长基辛格博士,市长黄岐帆,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李鸿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施政节主席邢渊敏,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 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长都军区副政委赵开增,市委副书记张轩等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在注册中说, 40年前我就来到中国,以后经常来中国参观访问,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远见诸实,因为中国人民政府的指引。 独播剧场——主席人 患者兴 armies,,, 反正中许基于 инд娃丸、MG Simaven塘, 词后十年前,20년年和声醒发现成ır戎竞来说 他的国家德的די线多个生死亡旋艺专案。 薄熙来宣布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并集席讲话 他说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演员 欢迎各位嘉宾参加盛会 大家熟悉的基辛格博士专程赶到重庆 又顶着娇阳和我们一块欣赏数万群众的歌唱 表达心中的热情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情意 基辛格博士的出席让我们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想起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 想起敬爱的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 还有胡锦涛总附近 他们都和基辛格博士有过亲切的交流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真情重义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好朋友 薄熙来说 今天还来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老朋友老艺术家 他们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精心创作硕果累累 至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薄熙来说 今天我们大家共聚一堂在山城的交洋下唱响红歌 法子内心的欧歌我们伟大的党 欧歌我们亲爱的祖国 心中倍感亲切和自豪 这必将激发出无限的热情 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祝中华红歌会取得圆满成功 王岐帆在质词中说 唱响红歌是一种信仰 更是一种力量 本届中华红歌会 吸引了全国90支代表队 56个民族的8000多名选手同台献议 共同欧歌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 山城重庆将再次成为红歌的海洋 我们将坚定不移的唱响主旋律 推进唱读讲床活动深入开展 李鸿峰代表文化部 向中华红歌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国家发展民族振兴 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 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 在党的领导下 中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 预祝本届红歌会圆满成功 开幕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世忠主持 傅庚臣 吕远 谢芳 白书香 刀美兰 刘兰芳 夏菊花 王世光 康建民 孟斌 田玉斌 何林等著名艺术家 及全国劳动模范 任阳成 黄龙昌等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 一曲《跟着共产党走》的大合唱 拉开了重庆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大型文艺演出的序幕 全场内外随着歌声红旗飘扬 未为壮观 随后 四川外语学院师生们 诵读的《共产党宣言》登场 他们用多种语言诵读 共产党宣言 为观众重现那个年代的真正誓言 来自山西 辽宁 黑龙江 重庆等20多个合唱团 一起带来的合唱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更是震撼人心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一首首经典红歌唱响 唱出对祖国的热爱 唱出对党90岁生日的祝福 第五代将写扮演者 王力 著名歌唱家 万山洪 张明明等人 也来到现场献唱 引起一阵阵高潮 文艺演出在全体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好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 昨天中华红歌会开幕式的现场 一起感受红色经典的魅力 现在是在2011中华红歌会 开幕式的演出现场 在我身后呢 是来自安徽的清空合唱团 与其他的红歌合唱团不同的是 他们是由各行各业的红歌爱好者 自发组成 因为红歌他们走到了一起 因为红歌他们来到了重庆 这个合唱团的成员呢 有律师啊 警察 医生 就来自各个行业 有老板 有教师 来自各个行业 所以大家呢 都是抽一余的时间来排练 刘红宇是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的一名教师 2008年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扶唱团 一个呢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 从小就喜欢唱歌 和刘红宇一样 莹莹且佳英明也对红歌情有独钟 在他看来 每一首红歌背后都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有着永恒的魅力 我觉得红歌确实能够振奋人心 成立这个合唱团的目的也是 红扬红歌 红扬赞歌 多唱一些主旋律的歌曲 在奥体中心的表演区 我身边呢就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合唱团方阵 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参加中华红歌会 香港地区不仅派出了由28人组成的合唱团 还在开幕式上空降了一位特别嘉宾 我觉得二十多年前跟现在唱当然不一样 你看今天我们中国多骄傲 对不对 我们今天能够围绕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唱歌 我觉得非常的有幸 我们是满腔热情的来歌唱 歌唱中国共产党 歌唱中国 在台湾和平歌泳队 记者认识了82岁的冯守和老人 不过他坚持让我们叫他大姐 冯守和说唱红歌让自己好像年轻了很多 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喜欢唱的歌 在这里大家都这样热闹地唱 我也非常高兴 这里是红歌会现场奥体中心里的第19期 那么我身边坐着的都是我们这次红歌会的观众朋友们 虽然今天他们不能够亲自走上舞台 是因为大家演唱红歌 但是他们依然会晤手中的红旗 以最饱满的姿态为我们的红歌会呐喊诸葳 尽管天气比较炎热 但并没有影响到现场观众的热情 随着悠扬的旋律 他们整齐地挥动红旗 为美之合唱团加油 我们所有全国人民唱的红歌 都代表所有人民的心声 我们要来自我们最后的状态 为我们的红歌会呐喊 在参加开幕式的人群里 来自江西的民营企业家杨华显得非常激动 作为瑞京合唱团的一名志愿者 他自己掏钱千里迢迢地来到了重庆 我一个大早就买车票 向有关部门要求我要做个志愿者 我在一路上都是买着战票 一段一段落地是补票 赶到这个重庆 杨华说 他的爷爷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他自己从小生长在革命老区 对党对红歌都有很深的感情 听说重庆用唱红歌的方式 清楚党的90岁生日 杨华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来到这个重庆这个红歌会的现场 这么庞大的这个红歌会 心里敞开了 非常高兴 我要为这个红歌会 做出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奉献自己的红歌精心 红歌唱响中国 红歌凝聚力量 来于参加本次中华红歌会的特邀嘉宾们 在接受本台剧的采访时 对重庆开展的红歌传唱活动 寄予了高度的赞赏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有娱乐和教育的不同功能 唱歌是一种很好的娱乐形式 但不能因此忽视了它应有的教育功能 他概括了一个是爱国主义 一个是宣扬民族文化 对当前的千少年 我觉得是有教育作用的 就生活来说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生活 这个红色就是革命前辈 流血牺牲 打下了江山 那么在建江山 在创江山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是给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所以这精神是很可贵的 对于我是正在广泛开展的 红歌传唱活动 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所以我说能搞这个红国会 纪念党的这个 九十周岁 九十这个华旦 我说这个 这个纪念意义 太深远了 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更年轻的一代 让大家知道 我们党建立了这九十周年 我们都有哪些的成就 到这个国家是怎么诞生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传承